纽约都市圈世界五大都市圈之首 北齐敏丁州南至弗吉尼亚州跨越了十个州 其中包括波士顿纽约贝城巴尔蒂摩和华盛顿五个大城市 以及四十个十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 在这个区域中人口达到六千五百万 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城市化水平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纽约都市圈的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被视为美国经济的中心 一直以来很多专家学者都将它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力 归功于都市圈内完善的产业分工格局 But maybe even more importantly they were put in touch with the vibrant venture community that exists here in the Boston area and that got them the right people to not only fund the company but also seed management it was through the connections into the venture community that actually brought on board Akamai's first CEO George Kinradiz and Akamai's first president 纽约在整个城市圈中处于地理和地位的双重核心位置 它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这条全场子500多米的华尔街 这里迎接了纽约中全交易所 高盛 美林 摩根斯坦利等响当当的金融机构 而这些机构使华尔街成为了国际金融界的神经中枢 也让整个城市圈受益匪浅 对于都市圈内的新兴企业来说 华尔街不仅提供了创业初期所需的风险投资 而且为他们后续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 以及IPO上市等一系列金融服务 高质量的服务自然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 在纽约的上班组当中 35%的人集中在金融行业 为了保障这颗世界金融心脏健康跳动 纽约市政府在城市规划上下足了功夫 政府在新兴行业的市场地称 是为了保障的标志 这是为了保障的标志 在新兴行业中的标志 在纽约的区域规划中保持并提高世界一流城市的地位始终是重中之重 华盛顿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宏观调控上 合同步伉策划定高科学和国家的领反对性格 和本来信任何指定是好学校的风格 申请成立场的声明 制作人和干职业业务大量的消息 为继续保持领域金额 我们 denk到这些政府的国家可以做最好 与政府专业组合做必须 例如最主要的科学研究 然而华盛顿的掌控能力在过去的大半年时间里经受了严峻考验 导火索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爆出的空前危机 在如此大规模的危机中 各州政府和市政府能够发挥的作用几乎为零 此时联邦政府手里握着的权力棒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我们 talked about lower interest rates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has done that and is doing that 第二, the government's fiscal function the spending and taxing done by the U.S. Congress has played a role as well 最近公司onse musi不了 保证提供etease 华尔街的金融家和分析师们利用手中的各种信息渠道 总是最早摸清华盛顿经济政策迈迫的一帮人 而这种贴近与亲密 也让纽约的金融中心地位 在全世界的眼里显得更加扎实而可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